HELLO 大家好,我是尚安開玩笑的頻道 那麼今天我為大家帶來 神魔九週年全新的限定活動 移除古幣封印 在這邊,第三點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即將舉辦一個活動給玩家投票 去移除古幣封印裡面的五個系列喔 好,那這一次聽說啦 這個移除會移除的比較久 不像上一次投完票 他們只有移除一次而已 這次好像會移除好幾個版本 好,那這一次的移除的活動呢 即將在1月21號的時候 會舉辦這個活動 到1月28號則是決賽的一個投票喔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個活動期間 投出自己不想要在古幣裡面看到的系列 接下來我就跟大家聊聊 我對於古幣封印 覺得哪些系列是可以被移除掉的 那首先黑金跟稀有神一定都是要留的嘛 所以我們直接從獨立系列來看喔 好,那獨立系列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也就是這個墮天系列喔 當隊長不行,當隊員的價值也沒有很好 所以我覺得墮天就可以直接投他們了喔 再來是死車局這個系列 我個人覺得只有死車局有用啦 剩下兩張 陰跟牆 這個是牆威嗎? 反正就是很少出場了 所以這個系列我覺得也是可以考慮投掉的之一 那再來天造這個系列則是神隊員啦 天造快回合檔史 加月毒無限牌族 這個系列是絕對可以留的 在亞瑟喔 亞瑟這個系列 經過這次的上修之後 亞瑟成為一個神隊員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系列也可以留 雖然說藍斯洛特上修有點微妙 但至少梅林還是有用的隊員 所以我覺得這個系列還算是可以留的 好,再來是道羅斯以及巴龍這個系列喔 我個人覺得這個完全可以留 因為無論是道羅斯跟巴龍 都是現在龍族不錯的隊員 那眼球也是魔族解高康盾好用的隊員 所以這個系列我覺得完全可以留下來 再來是藥賣星嘛 現在算是很爛啦 可是 最近聽說也有上修的消息喔 所以這個系列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暫時先留下來 等待官方後續的一個上修 好,再來是 蜜兒這個系列是完全可以留的 蜜兒是現在受隊很好用的隊員 那飄也是 反正這三張我覺得有玩受隊是絕對可以當隊員用的 所以這個系列我覺得值得留 然後再來是科研序論吧 這個系列 那也是街主很好用的隊員 像是炸板跟解鎖 這個系列我覺得可以留 在夏娃這個系列我覺得可以考慮不用留 一來是夏娃現在當隊長不強 當隊員也完全沒價值 唯一有價值可能是五折天啦 這個魔族炸板 但現在可以取代他的卡片太多了喔 所以這系列我覺得這三張 目前是感覺可以踢掉的 再來是這個寶石系列喔 那寶石系列絕對可以留 這三張都很好用 固定版面、常駐真傷、擋死 好用 那在恩莉兒這個系列呢 艙碧可以用 那這個維珍妮亞是這樣念嗎 這個獸隊也是當隊員的 再來是梵天這個系列喔 我個人覺得這個系列也不用留啦 當隊長沒有很強 當隊員的價值除了梵天 這種加COMBO 勉強可以用之外 其他兩個好像用不到 再來是印齊度這個系列喔 我覺得這個系列也可以直接 踢掉喔 他們目前當隊長都不太強了 那印齊度當隊員解鎖的能力 你隨便帶個暧昧就可以取代掉他了 所以這個系列我覺得也算是可以踢掉的系列 那英格莉這個系列 目前來講我覺得是絕對可以留下來的 他們當隊員的價值都非常高 像是英格莉可以二消 那紅愛不多說 這個龍族一定要帶他的固定版面 好用到爆 然後打格也很多解鎖能力 所以這個系列是完全可以留的 那再來是諾索斯這個系列 我覺得可以不用留 雖然他們當隊員是有點用啦 像是牌珠還原版面 跟這個跨合和加combo 甚至這張卡片可以常駐的關掉 還可以直接回血 雖然他們當隊員都有點用 但好像也不是必備的 所以這個系列我也會考慮把它踢掉 好那再來的話 是基層這個系列 不用說這個一定得留 好用的隊員 現在基層當隊長也很強嘛 那再來的話是鐵怪裡這個系列 我覺得可以踢掉啦 這個三個當隊長跟當隊員的價值 都沒有想像中的這麼高 再來是三國系列 這個踢掉吧 當隊長當隊員都還好 那時空之門我覺得 算是勉強可以留的啦 他們當隊員都是神族不錯的結伴 隊員卡 像是一趴大獎 就可以跨合的加combo 那其他也帶有一定的解鎖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系列 是勉強可以留的 再來是三國 三國這個就踢掉吧 然後當隊長跟當隊員都很爛 好那最後這個是戰國系列 我覺得也可以踢掉 當隊長跟當隊員的價值 除了本多當隊員比較好一點之外 其他兩個都沒什麼用 那本多這種黨史 以這個人類來講 也可以帶奧笑紅神之類的 所以這個系列我覺得 也是值得踢掉的一個系列 那以上就是我個人自己的看法啦 那如果你覺得還有什麼系列 其實也值得踢掉的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可以一起討論喔 那別忘了 去官方參加這次的活動喔 在1月21號的時候開始投票 記得去投票 移除掉自己 不想要在鼓鼻裡面看到的東西 以上就是今天的情報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情報 別忘了可以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關鍵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 就會訂閱我的鈴鐺 我是阿凱 我們就要在下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